2020年,傅先生在绍兴岳城区的中海九月买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位,房子400多万,车位26万多。 开发商是绍兴中海洪阳地产有限公司,因为是人房车位,所以傅先生签的是使用权转让协议, 总使用期到2089年,约定的车位交付日期是2022年的5月底之前。 傅先生的车位是A183A,他说当时因为主干道上有渗漏水的现象,开发商就挖沟买管子排水。 他提供了当时的照片,车位中间被挖了一条一眨宽的沟,长度贯穿整个车位与主干道的沟相连。 也没有争得我的同意,海水我不同意的,不同意的原因是因为车位延期交付了,还要影响了我的价值。 本来可以卖个20多万,现在只能卖个10万多一点。 傅先生说,自己家里有两辆车,开发商动工期间的一两个月,自己都只能停在小区外面, 现在虽然已经维修好了,但他还是担心会对之后的使用造成影响。 他随时随地想修,我的车位就要让出来给他维修。 现在等于是我的车位是公共居了,很影响我的价值和使用。 不符合我当时买车位的初衷,我的诉求很明显的,帮我把我的车位退掉, 然后赔偿我的应该的损失。 大约有几年的物业费啊,还有那个买车位的这么多年的那个银行差价。 他说不肯让我退,只是给我维修,那我肯定是不同意的。 来到中海九月物业服务中心,工作人员说,地产的负责人不在, 傅先生电话联系上了地产客服部一位桑经理。 上次也跟你说过,因为你要退掉什么,我没办法实际啊。 为什么没办法实际?因为这个都是你们挖的,延期交付是你们延期交付的啊。 没有延期,本上这个就是隐蔽工程,不存在所影响的位置。 隐蔽工程也是这样的啊,我是五月底交付的啊,五月底交付的话, 六月初你还在施工,你说隐蔽像那个的。 上次我们法务也跟你聊过,好吗?这个我们是建议您走这边走法律程序。 你们的责任的话,你合同上很明显的责任的话,你看,他就挂掉了。 对方挂断了电话,现场再打过去,没有接听。 傅先生说,地产的公司在粤城区的新泽大厦,记者陪他找了过去。 大屏显示,绍兴中海洪阳地产有限公司在12楼, 但大厦的工作人员不让傅先生和记者上去,说是要先沟通。 记者拨打了桑经理的电话。 结稿前,记者没有收到绍兴中海洪阳地产有限公司的回复, 傅先生将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 188黄金眼,记者报道。